4月5日好莱坞巨星阿汤哥汤姆克鲁斯可为12年后第三度访台 但他此次来台可谓一波三折 除于台湾气候不佳以外 降落机场时有名技术问题重飞再降落 令媒体和粉丝们在雨中苦苦等候两个小时挨叫声连连 不过同样有苦难言的阿汤哥在众人期盼中补出商务中心事 脸上却丝毫没有倦意并不断展现清明笑容和粉丝们打招呼 汤姆克鲁斯也将在一日晚与欧家克雷兰蔻一同出席电影一落战境的首映会 不过搭乘另一家飞机的他就不如女主角幸运 早早在晚上70左右就已抵达台湾 短短停留一分钟后阿汤哥随即驱车前往下榻每晚要价 13.2万元的总统套房入住